Odia Jungle 前一天,特朗普在新年第一条推特中指责巴基斯坦,暗示将切断对巴基斯坦援助。特朗普在推文中写道,我们每年给巴基斯坦人数以以计美元,却没有得到感激和尊重。他们甚至不想就一份迟迟未至的和平协议与以色列谈判。特朗普写道,我们已经把谈判最难的部分,即耶路撒冷问题拿下了谈判桌。 为了这一点,以色列就得付出更多,但巴基斯坦人居然不愿意再谈,那我们今后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大笔援助? 耶路撒冷地位是阻碍巴义和平进城的癥结之一。以色列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,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、不可分割的首都。 而巴方要求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位首都地巴勒斯坦国。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拥有主权,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大多把使馆设在特拉维夫。 而非耶路撒冷,特朗普去年12月6日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,并承诺启动美主义使馆从特拉维夫前往耶路撒冷的进城,触发国际社会普遍法队。 对特朗普的推文,巴基斯坦高级官员哈兰阿什拉维3日说,巴勒斯坦绝不会接受勒索,特朗普不仅破坏了巴勒斯坦为和平与自由所做的努力,还把帽子扣给巴勒斯坦,他竟然把自己不负责任举动的后果怪到巴勒斯坦身上。 就在本月1日,特朗普在推文中抨击巴基斯坦,指责后者反恐不利,特朗普写道,美国过去15年,给巴基斯坦提供330多亿美元援助,巴基斯坦却把我们的领导人当成傻子,为我们在阿富汗追捕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,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帮助,再也不会这样了。 特朗普引起巴基斯坦强烈不满,八方当晚召见美国大使戴维黑尔,提出抗议,美国2001年遭遇91恐怖袭击,巴基斯坦加入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,继而承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侵害。 据八方统计,2001年至今,1.7万名巴基斯坦人,因打击恐怖,和极端组织武装人员殉职,或因遭遇恐怖袭击而丧生。 然而,美国政府,尤其是特朗普当局,多次就反恐事宜抨击巴基斯坦,陈利希,新华社专特稿,作者陈利希。